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四个嘛 世界西坛 各个为人西坛 对质西坛 第一西坛 什么是世界西坛 云和明世界西坛 有法 从因缘和合固有 无别性 譬如车 缘 福 轴 网等和合固有 无别车也 人亦如是 五重和合固有 无别人也 这里的五重就是五阴 也称为五韵 色受想行事 就是我们的身心 短短这一句话 我们要仔细 仔细地来读一下 什么叫做世界西坛 有法 从因缘和合固有 这个有法的意思就是 我们所能看到的 摸到的世间的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法 像这个杯子 像这朵花 桌子 或者我的身体 这个人 我们可以看得到 摸得到 闻得到 有法 有这样的东西 看起来有这样的东西 能见能处 不管是有情的 无情的 这些法 这就是有法 那这些法 是怎么有 是怎么现出 这些现象 是怎么存在的 是怎么形成的呢 从因缘和合固有 所以一切法 都是因缘和合 所形成的 有各种 特别的因缘 形成这每一种法 无别性 除此之外 它没有其他的特性 也就是 它没有一个 本质存在的自性 好 那这样讲呢 很抽象 举个例子 车子 那我们这边呢 就找到一个车子的倒片呢 当然这个车子 是古代的车子了 他说 车 圆幅 轴网等 何而固有 什么是轴啊 轴就是轴心嘛 所以我们看 这两个轮子中间 有一条木头 木棍 连接着两个轮子的核心 那个叫做轴 Axel 那个轴 有看到 浮是什么呢 浮是从那轮子的中央 就是那个轴那边 辐射出来的 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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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棍子 有没有 我们讲辐射线 有没有 就是因为 这个东西叫做浮啊 看起来就像辐射线 从中心辐射出去 一条一条的 这个叫做浮 什么叫做 网呢 网就是 你外面还有一个圈子 把这些棍子圈住啊 也就是轮子的外围 有没有 轴心 浮 跟网 这网呢 把它圈起来 这样就形成一个轮子 什么叫圆 圆就是 我车子人坐在上面 但是我前面是马也好 是牛也好 拖着 我总是要有个棍子 连到前面 来孤注那个马 那个马的那个叫蛾 那个蛾呢 是放在马的头上 或者是马的背上 那我要这个 一个植木啊 连接马跟轮子 这个叫做圆 中间那条直直的棍子 叫做圆 换句话说 这些不同的部件 组合起来 成为一部车子 那请问车子是什么 车子就是这些 不同部件的组合而已 无别车 意思就是 没有除了这些 各个不同的成分之外 这些部分之外 没有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车子 所以车子是什么 车子是假名 是一个假例的名词 假如今天说 我下午到你家好不好 对方说 可以啊 你有没有工具过来啊 我说我有 我有那个 轴 车 扶 轮 还有马 组扯的那个东西 我可以坐那个东西过去 这样讲是不是很费力 对不对 我就说 我有车可以过去 我有马车可以过去 好 一句话解决了 但是车 这个名字 是一个假名 没有真正所谓 另外有一个叫做车的东西 就是因为这些不同的元件 给它组合 而且组合的恰到好处 所以马往前走的时候 那个圆就拖着 这座位 座位又连到那个轴 轴又连到扶 扶又连到辖 所以这个轮子就可以转 转的话这个座位就往前走了 跟着马走了 对不对 这个东西就叫车子 这个道理不难懂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南圆北侧 有没有 圆就是 等于是你的车子的方向 对不对 你车子的方向是往南 但是侧 侧是什么 侧是轮胎的横印 意思就是你真正走的路 你是往北走的 看你的车子的印子 你是往北走的 可是你要往远 你的意思是要往南边走的 这样子呢 你永远走不到 换句话说 我们人生的方向是什么 我的方向是要 离苦得乐 得智慧 我每天在做什么 每天在吃喝拉穗 这样子的话 不是南圆北侧 所以呢 这是用车子来解释 什么叫缘起 我们所有一切法 都是缘起的法 除了这些缘起的部位之外 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没有另外一个东西叫车 可是 我们常常会 在心中 把车 形成一个实在的观念 比如说 你那部宾室 它那部宝石节 有没有 那我开的是一个 Toyota Toyota也不错了 对不对 然后就开始比较 开始比较 我的车 跟你的车 你的车比我大 你的车比我贵 我是什么车 在这边 在这些假名上面 去比较 有意义吗 有意义吗 房子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意思 什么叫做房子 房子 就是 砖头 木头 或者钢筋 水泥 在台湾可能都是 钢筋水泥比较多 在美国都是木头 不管是木头 或者石头 或者在欧洲的那些 城堡都是石头做的 木头也好 石头也好 钢筋水泥也好 也就是这些 一块一块的堆起来 组合起来 上面再搭一个棚子 作为屋顶 就变成一个叫做房子的东西 房子也不是石油的 它是一个假名 房子它是一个代表的名词 名词 它代表的就是这些 所有的钢筋水泥的 一个特定的组合而已 是不是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这样了解 缘起固有这些法 好 那这个容易理解嘛 不难 难一点的就是人了 那我们现在讲人了 人了 人亦如是 龙树说 人亦如是 五重合合固有 无别人也 等一等等一等 五重合合 五重就是五阴 或者是五韵 就是色受想行事 为什么叫 为什么翻成五重呢 因为那个是 佛法翻译到中国的早期 很多专有名词 还没有固定下来 所以呢 纠摩罗斯在翻译的时候 把它翻成五重 重就是运的意思 运就是聚集的意思 换句话说 人就是这五个 五个部位 五个东西 组合而成的 聚合而成的 哪五个呢 就是色受想行事 但是这个梵文的五韵的韵 就是Skanda 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遮蔽的意思 遮障的意思 所以我们又翻成五阴 五阴 遮障什么呢 遮障我们的清净智慧 让我们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我是什么 人生是什么 生死是什么 所以呢 也称为五阴 因为我们把心念 都放在身体上面了 还有感受上面了 还有我的想法上面了 我呢 要过得很舒服 我要一些乐趣 我要吃好的 穿好的 戴好的 长得漂漂亮亮的 或者涂得漂漂亮亮的 把我的心思 都放在五阴上面了 那这样子呢 就把自己的智慧 给迷惑住了 所以叫做五阴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五重合合固有 什么意思 身体就是色 色就是身体 色就是物质 佛法里面讲 色法就是物质 这身体是什么组合的 就像车子一样 就是各个部位组合的 头发啦 皮肤啦 肌肉啊 血管啊 骨头啊 然后筋啊 然后血液啊 大小分辨啊 然后这些软组织 硬组织等等等等等等 大家都知道 这个整个身体里面 哪一个是你 哪一个是事件护 哪一个是 传A传B 哪一个是 张某某 王某某 哪一个是 Mr. Smith 哪一个是你 你身体上 你说这个身体 是我的身体 问题是身体 从头到脚 哪一个部位 是所谓 叫做你呢 有没有 你指得出来吗 我的 我的额头是我吗 我的脑神经 脑子是我吗 可是脑子里面 有十亿个脑神经细胞 到底哪一个细胞是你呢 我的脑神经细胞 每天都在死啊 每天都死 好几百万个 那哪一个是我呢 死的是不是我呢 所以从头到脚 哪一个是你 这个射法也是运 也是聚集起来 细胞聚集起来的 就跟那个车子一样 有找到一个东西 叫做我的身体吗 有吗 大家仔细地 去体会一下 所以我每天在说 我的身体 我的身体 你到底讲的是什么 今天有个人来骂我 假如说有个人骂我 哎呦 你怎么长得这么丑 我长得这么丑 那你说的是什么 是眉毛丑 鼻子丑 左鼻孔丑 右鼻孔丑 这个牙齿丑 那个牙齿丑 上嘴人丑 下嘴人丑 懂这意思吗 你说我长得丑 到底这个我是什么东西呢 什么叫做丑呢 是这头发长得乱七八糟吗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头发不是乱七八糟吗 对不对 所以 你说我丑 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 当你了解到 因缘合合固有 无别性的时候 还有一个我 是丑 是美吗 这个美的丑的是谁呢 是什么呢 就想是不是开始 有点觉得奇怪啊 师父讲得好像有道理 但是又好像有点怪怪的 有没有 突然间 谁是美 谁是丑 好像这个问题 变得不是那么简单了 对不对 不是那么简单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 受想形式 受是什么 受就是感受情绪 感受情绪 那感受情绪也是我们一般人很重视的东西嘛 很重视的 我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的感受是怎么样 我今天是快乐还是忧伤 我希望追求快乐 我不希望受心里面有苦恼 但是你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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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感受 哪一个感受是你 所以这个受孕 各种不同感受的聚集 也就是曾经在哪一时哪一刻 你觉得 舒服 又哪一时哪一刻 你觉得好热 又哪一时哪一刻 你觉得好冷 又哪一时哪一刻 你觉得又失又难过 什么哪一时哪一刻 你觉得不舒服 哪一时哪一刻 你又觉得很快乐 哪一时哪一刻 这么多不同的感受 那么多不同的感受 你经验过了 但是哪一个是你 你说 你能说哪一个代表你吗 不行 因为你舒服的时候 那舒服过去的时候 那你呢 就不舒服了 对不对 你热的时候 那个热过去的时候 你冷了 那个热又不是你了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感受 能代表你 但是 每一个感受 又都是你经验过的 对不对 所以 我是我的感受吗 如果是的话 哪一个感受 这些感受都不一样啊 哪一个感受是你呢 所以当我说 我的感受 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要知道 当下 当下 现在 当下 你有感受到什么 你觉知到什么 比如说 我现在打坐 修全身觉照 或者是扫描 扫到我的脖子 这脖子好像有点酸 当下 你感受到 这边 有一点酸 当下有这个感受 酸是你吗 不是 但是呢 这一刹那 你有感受到 那个酸 好 酸怎么办呢 那我去按摩一下啦 敷一下啦 或怎么样啦 舒服了 不酸了 那么这一当下 那一个当下 你不酸了 哪一个是你 你在哪里 你是酸还是不酸 这个问题有没有意义 其实没有意义 那么真正发生了 什么事情呢 很简单 如是 那个刹那 是酸的 这个刹那不酸了 就这样 我为什么要有一个我 那时候酸 这时候不酸 没有 就是那个时候酸 这个时候不酸 刹那刹那 刹那刹那 每一个当下 你好好地去过 每一个当下 以前有位百丈禅师 百丈禅师 我们知道禅中 一位大祖师 他没开悟的时候 他的师父 马祖 问他一个问题 他就 呆呆地回答了 他回答了之后呢 回答得不对 马祖就捏了他的鼻子 捏到他大很痛 就捏马祖 狠狠捏了一下 马祖好痛啊 然后呢 回到疗房之后 回到房间之后 就开始哭 那他的师兄弟说 师兄啊 你干嘛在这边哭啊 因为师父捏得我鼻子痛 那师父为什么 捏着你鼻子痛呢 那师兄就去问师父 问马祖大师 马祖说 没事 他懂了 他悟了 然后呢 这师兄我跑来问 这百丈 他说 师父说你懂了 百丈呢 当下就不哭了 就笑了 那个师兄呢 就更糊涂了 为什么刚才哭 现在笑 百丈说 对啊 刚才哭 现在笑 刚才的当下 痛嘛 就哭嘛 现在当下不痛了 就笑啊 很简单啊 心无所住 想哭就哭 想笑就笑 心在当下 这当中 你需要有个我 当时被师父捏得很痛 然后现在呢 师父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这边转转转转 转不出来 那就没误了 所以这个呢 大家要去体会 要去体会 我们接下来 会慢慢地 去跟大家讲 这些道理 好 我们把这一段 收尾一下 受 我们经验了很多感受 但是哪一个是你 哪一个不是你 你说哪一个是你也不对 哪一个不是你也不对 关键就是 每一个当下 当下可能有一个受 可能没有一个受 就是这样而已 就是这样而已 想 想就是一种印象 色受想 其实这个想是一种印象 就是你刚刚接触一个东西 你产生了一个印象 或者最初的一种概念 白色的花 一个印象 一个概念 这是想 每一个经验当中 都有受跟想 行是什么 就是受跟想 还有其他一大堆 很多很多心念 一直在那边流动不停 迁流不行 流转相续 叫做行 我们从早到晚 这个心念就一直 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但是每一个经验当中 都有受跟想 所以这受跟想很重要 就是接触 产生一种感受 然后形成一种 最初的概念 一种认知 一种印象 然后你在这个印象上面 再去加工 再去处理 这个漂亮 这个不漂亮 这个很帅 这个不帅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我喜欢 这个不喜欢 心念在那边流转不停 这些就是因为是 你在那边分别 比较 推论 判定 那这个是 就是在这边做这个事情 让你的心念流转不停 所以我们的人生 就是色受想行事 的组合 那我在哪里 我在哪里 当下 对不对 当下 当下这一念当中 有你的色 有这个色 有这个受 想行事 当下 如果是这样子就好了 就没事了 就解脱了 可是偏偏我们就不要这样子 这么单纯 我们就把它变得很复杂 哎呀 上一个当下 他对我说了什么 那去年他又对我做了什么 然后在这边纠结 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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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 住 没办法不住 那已经过去了 不能给他放下 就在那边纠结 在这纠结当中 形成一个我像 是我在那边 有一个不变的我在那边 受了那个苦 受了那个委屈 现在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就忽略了当下 当下这念心 可以做什么 可以极静 宁静 有定力 观察 有智慧 可以绝照 没去做 就在这个受想形式当中 转来转去 所以这里面 你不管 譬如说 我认为我很美 我认为我很丑 我认为我很笨 我认为我很聪明 我认为 我的地位很高 我认为我的地位很低 我认为这个世界 在对我不公平 我认为什么什么什么好 我认为 所有对自己的认知 都是因为 从过去到现在 我不能急作急了 不能心在当下 专心关注于当下 而是把过去 现在连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 我的形象 我的认知 一个不变的 独立的 跟外界隔离的一个我 所以才会 你对我做了什么 这个世界对我怎么样 这个道理呢 我们要慢慢慢慢去体会 我们今天 先讲到这里 那 今天没有时间回答问题了 我们先回向 恒用 借香 涂影体 常识定服 以滋身 菩提 妙华 遍庄严 谁所住处 常安乐 请不吝点赞开 什么事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